大秦帝国 第五部 铁血文明 第九章 分治王储 楚国扩张方式二 武力吞并 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 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政权 楚国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 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 楚国有完全的处置权 于是必然的形势是 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 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 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直辖的土地 也就是说 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地 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 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义部族相对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 而丧失滋质的部族 渐渐失作了王族势力 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 楚国后来的昭、曲、景三大族 以及庄氏部族、皇室部族 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 楚国王族分支 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相有王族名义 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 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部族封义 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 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氏族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 实际上依然存在 且王室得依靠这种族系来统领人民 王室虽不得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 分封在特定地狱 依靠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 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执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支的根基 所谓分支 其基本点是三方面 其一 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 与士族封义土地 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 实为经济分支 其二 士族封义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 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 实料多有 成仆之战 若敖士之六祖 吴楚白举之战 令尹紫长之祖 吴楚离城之战 自强 西环 自洁 自便 自愚 武人以其私祖 先机无师等记载 皆为私祖 视为军事分支 其三 政治权利 依据族秦实力之大小而分割 国政稳定地 长期地 由王族与大士族分割执掌 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 基本被堵死 分支的轴心 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 都处于 王室与老自治部族 分掌权力的情势下 据李玉杰先生 楚国时统计 从第一代楚王雄通 楚武王开始 到六代之后的楚庄王 历时近两百年中 楚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令尹 相当于中原的丞相 有十一任 其中八任都是 入敖式族领担任 分别是 斗旗 紫文 紫裕 承德臣 紫尚 承大新 承家 紫孔 斗班 紫阳 紫月 斗骄 其余三任 一是 楚文王帝 紫园 一是 神族人 彭仲爽 一是 念族族领 念旅臣 也同样都是 老士族 在如此权力格局下 楚国的大司马军权 司徒 掌义徒等重要权力 也全部被士族分掌 楚庄王时期 楚国王族与若傲氏部族的权力矛盾 日渐尖锐 进处成仆之战后 若傲氏因统帅储军战败而权力动摇 随发动兵变 先行攻杀了政敌 蔫谷 后又举兵攻打楚庄王 楚庄王骤然难以抵御 提出 以三代楚王 文王 成王 穆王的三位王孙为人质 与若傲氏议和 长期经营楚国上增权力的若傲氏族领 斗骄 公然拒绝了议和 与楚庄王刀兵相见 虽然 楚庄王最终平定了这场大叛乱 并将若傲氏 除保留一只为象征外 全部分散灭之 燃造成国家巨大灾难的根源 却丝毫没有改变 若傲氏覆灭之后 楚国直到春秋末期 立九代国王十三任令隐 其中十二任令隐 是王族公子 两任是蔫氏不足 叔孙傲 叔孙傲子 一任是若傲氏于麦 子齐 一任是渠氏不足 渠健 一任是沈氏不足 叶公子高 楚国由大士族执政 转变为公子王族执政 虽然减缓了大族 争夺权力的残酷程度 但却没有改变 士族政治的根基 楚国在春秋时期 多次发生老士族兵变 楚庄王的若傲氏之乱 楚陵王的三公子之乱 楚平王的白宫胜之乱等等 每次都直接危及到 楚王与王族 足见士族分治 对楚国的严重伤害 进入战国之时 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 此起彼伏 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 魏文侯李奎变法 齐威王变法 汉昭侯身不害变法 秦孝公商鞅变法 赵武凌王变法 燕昭王月异变法 第一次变法之后 积蓄多次小变法 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声 秦国最典型而已 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 其后的变法思潮 只要亦有迹象 如屈原的变法酝酿 则立即被合力扼杀 也就是说 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 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 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 因此 楚国的分支状况 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半次变法 是武器变法 这次变法 从武器入楚到武器被杀 总共只有短短三年 一说十年 楚盗王十八年 公元前三百八十四年 武器入楚 主盗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三百八十一年病逝 武器于葬礼中被杀 楚国变法宣告终结 以实际情形说 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 即或计入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 其实际的变法实施 至多一年余 真正的浮光掠影 旧史料分析时间构成 武器入楚 第一年做完首 晚俊俊守 还是晚成守将 不能确定 第二年做另引 第三年惨死 如此 所谓武器变法 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 即第三年几个月里 再就史料分析 武器实际活动 其一 任完首期间 可能打过一仗 吞并陈菜 其二 任另引之初 谋划变法 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 其二 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 救赵乏味 吞并陈菜 难并满月 除此之外 危坚重大活动 事实上 也不可能 再有重大活动 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 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 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 能有多少时间变法 因此 完全可以判定 武器的变法方案 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 便被对变法及其警觉的老士族 合力谋杀了 武器的变法方案 究竟有些什么 值得老士族们 如此畏惧 史料并未呈现 武器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 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 大体归类如下 其一 军决平路 即使 楚国士族 除封义之外 尚把持 高决后路 平民子弟 虽有战功 也不能得到爵位 非士族将决 即获大功 也不能低决薄陆 所以 军决平路 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 有力制度 应该说 这是后来 商鞅变法的 军功绝制的先河 其二 非公族无能之官 养战斗之士 其三 封土殖民 将士族人口迁徙到 荒僻地区 开发拓荒 以楚国之不足民众 亦楚国之有余 实际 蔡泽列转云 无其为楚道王立法 避谏大臣之危重 霸无能 废无用 损不及之官 色斯门之寝 以楚国之俗 尽游客之民 请更战之士 尽彭党 以利百姓 定楚国之政 兵阵天下 威服诸侯 公乙成乙 儿族知解 所列种种 除了战事 事实上 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 即或如此 楚国的老士族们 已经深刻警觉了 立即行动了 无其变化的妖王 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 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道王之后的战国时代 古老而强大的 若傲逝世的自治老士族 已经从楚国 渐渐淡出 戴之而起的 是由王族分支名义的 昭 驱 锦 庄 黄 向等 非完全自治的老士族 客观地说 后者的自治权力 比前者 已经小了许多 譬如 私家武装 大大缩小 封义 也要向国府 缴纳一定的赋税 对领政权力 也不再有长期的 异族垄断等等 但是 在战国时代 这依旧是 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 相对于实力大征 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 楚国 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 稍有聚合 其根本原因在两处 一则 是幅渊辽阔 人口众多 二则 是实力尚在的老士族 在绝境之下 不得不合力抗秦 统帅储君的相氏父子 本身便是老士族 则是最好的说明 然则 一战大胜 老士族相互撤肘的 恶习复发 去何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灭亡 虽不可避免 包取江淮岭南 而成最大之国 虽士族分领松散组合 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 而始终不振 士族分领之顾及也 摇摇欲坠 而能最后一搏 士族绝境之巨合也 战胜 而不能持久巨合 士族分治之 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 王之分治 不亦悲哉 本期的大金帝国 就为您播度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